在这个由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新时代 人形机器人正逐步从科幻走进现实 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机器与人类共存的全新世界 在这场科技浪潮中 从波士顿动力的Atlas到特斯拉的Optimus 再到迅速崛起的中国人形机器人 每一款都散发着科技的魅力 向我们展示了科技的无限可能 这些拥有仿人外形和智能大脑的机器人 正在逐步融入我们的生活 无论是工业生产、当业服务 还是家务管家 他们将无处不在 成为我们工作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伙伴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目前全球最值得关注的十大人形机器人吧 首先是波士顿动力的Atlas 自2013年发布以来 这款由液压驱动的机器人 就以出色的运动能力 被誉为史上最强大的人形机器人 2017年Atlas以一记炫酷的空翻 惊艳了全世界 这位身高约1.5米 体重80公斤的机器人 全身共有28个关节 最高移动速度可达2.5米每秒 Atlas不仅擅长跳跃 跑酷与跳舞 甚至还能倒立 360度转体和后空翻 完成多种高难度的体操动作 同时它还具备精确操控物体的能力 轻松驾驭各类复杂任务挑战 Atlas自问世以来 一直是机器人技术的标杆 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机器人开发者 但由于液压驱动系统的成本高 技术复杂 难以大规模商业应用 于是 波士顿动力不得不转向更主流的电驱技术 正式宣告液压版退役 新一代电动版Atlas在外观上设计更加友好 全电动系统赋予了它更灵活的运动性能 它的头部和躯干可实现180度旋转 运动范围超越了以往任何版本 进一步提升了它执行复杂任务的操作能力 新版Atlas将传承液压版的所有功能 同时还在研发新的抓手系统 以满足更多商业需求 明年它将在现代汽车进行测试 并将在未来几年开展商业化 接下来是特斯拉的Optimus 他们在2022年推出了这款人型机器人的原型 马斯克的目标是打造一款 能够执行各种任务的通用人型机器人 Optimus自诞生以来 便承载着马斯克对于未来的美好愿景 他认为将来人型机器人的需求量 将远远超过汽车 每个人都将拥有一台机器人 Optimus的进化速度令人惊叹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有一次重大更新 从最初的步态行走 到精准的灵巧手抓取 再到如今能够折叠衣物 自主分类物品 甚至还能跳舞和做瑜伽 Optimus的能力不断提升 现在Optimus已经开始在特斯拉工厂 进行实地测试 在流水线上 他能够准确无误地将电池放入托盘 且失误率极低 即便出现失误 Optimus也能迅速自主纠正 将未放好的电池重新插入卡槽 特斯拉凭借在自动驾驶汽车 和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的深厚积累 为Optimus提供了强大的感知和决策能力 目前 Optimus正朝着马斯克的目标 稳步前进 近年在特斯拉工厂 完成一系列实习任务后 预计明年开始推向市场 并在2025年交付首批Optimus机器人 紧接着是语束科技的Unitary HE和GoE 2023年8月 语束科技的首款通用人形机器人HE正式亮相 这款机器人身高1.8米 体重约47公斤 由于搭载了语束内部开发的M107关节电机 关节最大扭矩达360牛米 使其拥有稳定的步态和高度灵活的运动能力 它的行走速度可达1.5米每秒 奔跑速度高达3.3米每秒 HE也被语束科技称为是中国第一款能够奔跑的全尺寸通用人形机器人 能够在各种复杂地形和环境中自主行走 上下楼梯和奔跑 在AI大模型的驱动下 它还学会了跳舞 搬运等多种技能 甚至能像Atlas一样完成180度的后空翻 今年5月 语束科技又发布了第二款人形智能体Unitry GE 这款机器人是为通用AGI设计的AI化身 能够完成烙铁焊接 徒手开屏等精细操作 它采用模仿和强化学习的方式驱动 行走步态非常接近人类 值得一提的是 Unitry GE还是语束科技首款支持关节反向折叠设计的人形机器人 展示了它们在机器人技术领域的创新和实力 更让人兴奋的是 得益于语束自主研发与供应链制造优势 Unitry GE的全球首发价仅为9.9万人民币起 把人形机器人价格下探到10万以内 远远低于马斯克的2万美元目标 这极大的降低了人形机器人的门槛 然后是FIDER-01 这是由美国机器人独角兽FIDER-AI 在2023年推出的一款通用人形机器人 该公司致力于打造世界上第一个 具有商业可行性的自主人形机器人 今年2月 这款机器人因一笔融资而备受瞩目 因为它成功吸引了OpenAI 微软、英伟达、英特尔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的青睐 获得了高达6.75亿美元的巨额投资 估值飙升至26亿美元 使这家成立不足两年的公司 一跃成为行业的独角兽 与OpenAI的紧密合作 更是让FIDER-01如虎添翼 双方共同开发的下一代人工智能模型 让FIDER-01不仅能用自然语言 与人类流畅对话 还能准确理解人类的意图 并自主执行任务 在大模型的加持下 FIDER-01甚至能识别出桌面上唯一的食物是苹果 并在接到指令后 有条不紊地完成家务任务 比如收拾桌面 整理餐具 并将杯子和盘子整齐地放在量碗架上 在商业化方面 FIDER-01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他们宣布与汽车巨头宝马合作 在南卡罗莱奈州的宝马工厂部署FIDER-01机器人 这标志着这款机器人正式开始走向实际应用 还有富丽叶智能GRE 这是由富丽叶智能开发的 一款高度仿生通用人形机器人 它的设计完美地模拟了人类躯干结构和运动方式 无论是快速行走 灵巧避障 还是稳定上下坡 甚至在面对冲击干扰时 它都能够轻松应对 GRE身高1.65米 体重55公斤 全身拥有高达54个自由度 让它能够轻松模拟人类的各种运动方式 在最新的演示中 GRE展示了它在巨身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 通过视频学习和动作演示 GRE能够迅速掌握跳舞和打架子鼓的复杂技能 未来 结合了认知智能的通用人形机器人 有望像人类一样 通过感知 行动和交互来不断学习和积累经验 进而在各行个业中发挥重要作用 作为巨身智能再提 GRE机器人不仅具备稳定的运动能力 还能自然地与人类互动 感知真实世界 并不断迭代学习 这使得GRE在工业 康复 居家 科研等多个领域都有巨大的应用潜力 自去年9月发布以来 GRE已经实现了上百台的量产 并成功交付了数十台 预计今年年底 还将有更多GRE机器人交付使用 成立于2015年的福利业智能 也是中国较早一批人型机器人的先行者 经过多年的发展 他们已经在健康 教育等多个领域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接下来是Apollo 它是由美国机器人公司Aptronic 推出的一款人型机器人 成立于2016年的Aptronic 前身为美国德克萨斯大学 奥斯丁分校的衍生公司 因其与NASA联合开发的 女武神Valkyrie人型机器人 而备受瞩目 Aptronic团队在过往十年里 成功开发了十多个机器人系统 积累了深厚的机器人技术 据说加拿大机器人公司Sanctuary AI 的人型机器人Phoenix的部分硬件 就是由Aptronic提供的 2023年8月 Aptronic正式推出了全新的人型机器人Apollo 这款机器人身高约170厘米 体重约70公斤 最大负重25公斤 电池续航约为4小时 主要用于工业和仓库环境 帮助人类解决货物搬运等任务 Apollo的设计初衷就是融入人类的工作环境 它能够自动执行搬运和装配工作 比如将汽车零部件准确无误地送到生产线 为工人们提供助力 今年3月份 Aptronic公司宣布与梅塞德斯奔驰达成合作 Apollo将在奔驰汽车工厂大展身手 负责搬运和装配等繁重的低技能工作 这也是Apollo落地应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Aptronic的目标是在2025年内 全面实现Apollo的量产商业化 并预计售价不超过5万美元 再来看的Phoenix 这是由加拿大的Sanctuary AI推出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它被设计为具有类人智能 能够帮助人类完成任何工作的通用人形机器人 Phoenix的身高为170厘米 体重约70公斤 最大负载25公斤 最高行走速度为4.8公里每小时 Phoenix由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Carbon来控制 它能够将自然语言转化为实际行动 拥有强大的推力能力 使Phoenix能够像人一样思考 行动 从而出色地完成各类任务 Phoenix拥有行业最领先的灵巧手 它的机械手具有20个自由度 其灵活性和精细操作 足以与人类手相媲美 自发布以来 Phoenix已经更新到了第七代 据官方称 它能以接近人类的速度自主完成许多工作 是世界上第一台 能以人类速度自主完成任务的机器人 正因为这些出色表现 Phoenix被时代周刊评为2023年的最佳机器人 而在2023年3月 Sanctuary AI宣布与加拿大轮胎公司CTC合作 并在CTC完成了首个通用人型机器人的商业部署 在这之前 Phoenix已经在Marks零售店接受过测试 并成功完成了110项零售任务 如今 它已经可以在医疗 酒店 物流 零售 汤厨等多个行业中大显身手 轻松应对数百项任务 接下来是Dijat 它是由美国机器人公司 Agility Robotics开发的一款人型机器人 这家成立于2015年的公司 起源于俄勒冈州立大学OSU的动态机器人实验室 Agility Robotics的目标是打造一款 能够融入人类工作环境的机器人 在仓储物流领域 Dijat已经开始逐步替代人类的重复性劳动 在技术方面 Agility Robotics也走在了行业前列 他们率先运用强化学习和生成是人工智能模型 来提升机器人的能力 这些技术不仅增强了Dijat的物理执行能力 还使其能够智能地适应各种任务和环境 并通过大型语言模型实现高效直观的人机交互 早在去年 Dijat就率先在亚马逊和GXO物流公司的仓库上岗 负责一些重复性的搬运任务 他的工作表现可谓是相当出色 Dijat能够连续工作长达7.5小时 并在执行任务时实现了100%的自主性 更令人惊叹的是 Dijat的工作效率已经达到了人类速度的75% 而完成任务的成功率更是高达97% 这些成功应用不仅推动了人型机器人技术的发展 也为Dijat的量产铺平了道路 2023年9月 Agility Robotics宣布将在俄勒冈州赛勒姆市 开设世界上第一座人型机器人制造工厂 并计划每年生产1万台Dijat机器人 首批产品计划在2024年交付 明年Dijat将正式开启全球销售 还有EX Technologies的人型机器人EV和ANEO 这家由OpenAI投资的挪威机器人公司 目前旗下拥有两款机器人产品 一个是职场高手EV 一个是家庭助手ANEO EV是EX的早期产品 它采用了轮式底座设计 可以自主地在建筑物中导航 开门乘坐电梯 还能操作键盘 完全不需要人工干预 这款机器人主要用于工业 物流 零售和安全领域 据说EV还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真正成功进入职场的人型机器人 目前EV已经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地方开始工作了 比如在工厂巡逻 在仓库搬运 或者在建筑物负责安保 而EX公司的另一款机器人 ANEO则是一款专为家庭和其他服务场景设计的 双足人型机器人 它身高1.65米 体重30公斤 ANEO的行走速度可达4公里每小时 跑步速度更是高达12公里每小时 拥有20公斤的载重能力和2到4小时的续航时间 ANEO的设计灵感源自人类 它能够执行各种家务任务 从简单的清洁到复杂的搬运 都能轻松应对 旨在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更多便利 最后是优币选的Walker 2012年成立的优币选 是中国最早进入人型机器人领域的公司之一 也是中国第一家人型机器人上市公司 他们于2018年推出了首款人型机器人Walker 主要应用于工业制造 商业服务和家庭管家 2023年底 他们推出了专为工业领域设计的Walkers 并在商业服务领域取得初步成功 目前Walkers已进入了未来汽车 和东风汽车的工厂时讯 负责在工厂的装配线上辅助作业 同时还与百度联手 探索AI大模型与人型机器人的创新应用 接入百度文心大模型后 Walkers变得更加聪明了 不仅能听懂人们的自然语言指令 还能主动与观众互动 并在现场给百度创始人李彦宏 递了个橙子作为见面礼 以上就是2024年 全球最值得关注的十大人型机器人 它们不仅是当前人工智能 与机器人技术的前沿代表 也是机器人界的未来之星 在这些人型机器人中 你最期待哪一款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关注我 这里是机器人的世界 为你带来全球最新的机器人动态 共同探索未来科技的无限可能 欢迎点赞 关注 订阅